马路上一整排车辆正在停等红灯 突然一名男子走下驾驶座 往后方叫车走去 先是伸手用力想拉开车门 发现门上锁拉不开 就在这时候 左手握紧拳头 拾出超派铁拳 一脸愤怒直接朝车辆 后方挡风玻璃敲下去 挨了一拳的玻璃 瞬间蜷碎破了一栋 吓坏后方车辆 撞爆喔 很想 我在吵架 哎呦 他的拳头是铁做的吗 目击民众忍不住惊呼 这拳头是铁做的吗 毕竟这一拳下去 车窗都破了 事情发生战友 19号中午桃圆归山 灰拳的男子也是开车行进这里 与对方发生行车纠纷 两车原先都在路桥等红灯 却不满一方针道 驾驶才会弃的下车理论 但另外一名驾驶不理会 疑似连创都没开 这名驾驶灰拳反击 害得自己也受伤到医院治疗 但当街灰拳 警方介入调查通知嫌犯到案 到底车窗怎么能一拳就打破 有其他民众透露 后方的挡风玻璃比较薄 再加上撞击点是边角才会破 目前车窗破的车主 已经提高回损 先犯未盗案 只是为了出气 挥拳锤车 这下不仅手受伤还哀告 TVBS新闻 廖宗庆和可言桃园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